今天内容就正式开始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是十大未来产业生态的系列课 今天是讲长寿科技和健康管理 我们还是老样子 对上次的课做个回顾 因为从上次我们就开始讲的应用部分了 我们都知道技术是推动社会 一定要变成一些应用 应用上次讲的生物之药 生物之药好像看起来和我们大的产业无关 但实际上也是很相关的 我们一直强调相关性 就是说这个是服务规模化的时代 也脱离不了服务规模化的规律 尤其我们说到了生物治疗阶段 但是在生物治药阶段 已经是从化学药进展到了生物药了 那么这种时候 虽然表面上是一个技术进步 但是技术进步 它不是产业的新增 也不是产业颠覆 而是产业增强 注意它对传统的化学之药不是颠覆 那么同时呢 因为有了这个人工智能 有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技术的进步呢 造成这个 生物治药的效率大大提升了 就是这个新药研发的效率提升了 提升呢 还是要依托于这个 大型的医药企业来做推广 所以呢 它还做不了这个 从淘金的变不成这个 这个 从卖水的变不成淘金的 还是只能去卖水 所以 当然呢 它的业绩也不错 但是呢 也就意味着 它不会变成一个巨无霸企业 就是 只不过它自己的业绩很好 就是它会变成像 其他的生物药企业一样的 一个不错的生物药企业 但是不会变成一个垄断型的霸主 新的霸主 不会 那么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讲 你如果去看这个 所谓叫服务规模化呢 这个 它需要的东西呢 就是 其实是这个 基要规模化 要个性化 这个 那从生物质量来说呢 其实还没有办法做到个性化 只有到治疗阶段才能各营化 但是治疗阶段各营化以后呢 它最大的问题是规模化不够 所以我们说要实现规模化的话呢 就必须要这个 或者叫医疗器械化 或者叫实验室自动化 就是说 不管你是把整个实验室改造的 像医疗器械一样 还是 这个医疗器械大的 像实验室那样 那么大 总之呢 就是你所有的流程啊 因为我们说 生物治疗呢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流程很复杂 那这复杂流程呢 要能够被统一的 这个 在质量控制上 能够把握住 那就必须要完全自动化 那这个呢 是现在正在做的工作 但是呢 这方面的这个 成效还不显著 我们说呢 值得关注呢 就是因为 你要先找到一个生物治疗的这个类别 然后再去看这个生物治疗如何能够进化到全自动化流程 那所以我们觉得值得关注呢 就是卡尔T 因为它是一个很有未来的一个一个疗法 肿瘤治疗 未来卡尔T 会成为一个主力 那当然呢 这个生物治疗的同时呢 就是如果你这个 分门别类的去发现了这个各种基因 它有适应的这个药物 你这个药也要到位 所以说我们说 生物治疗的发展呢 其实是生物治疗的基础 就你要有足够多的 个性化的特异性的这个治疗用药 然后你再通过对基因型的分析去匹配 就能够做到个性化的使用 个性化的这个服务提供了 当然前提也是整个治疗操作要自动化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服务规模化在生物医药里呢 要进入到治疗的时候才行 那治疗的时候呢 要既要规模化又要个性化 同时要兼顾 现在的这个主要矛盾是在这个规模化上 个性化已经有了 但是都靠人工啊 所以太贵了 那这个是我们讲生物治疗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的呢 是这个长寿科技和健康管理 那我们首先要说呢 就是这个 这个长寿科技 那我们把它其实放的就比较广泛了 因为这个 它有一个狭义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到全世界去看这个资料的话 有狭义的概念 狭义的长寿科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只是研究长寿基因 就是长寿相关的技术 就是人类有哪些长寿基因 然后或者说人类有哪些技术 是直接和那个年龄相关的 我把这个长寿基因能延长 或者比如说像这个这个细胞分裂 那个端粒端粒延长 就意味着寿命延长 对这个是狭义的 但是广义呢 我们就说实际上是让我们的人活得这个寿命更长 而且呢 这个生活质量更好 活得更这个不光是这个岁数长 而且更健康 这个更快乐 那么当然呢 我们都知道说 你这个尤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 那肯定我们就会追求健康长寿 其实包括说像这个寿命的进步 这让我们有一个数据呢 就是说这个全球的人均寿命在过去200年里 从不到30岁提升到70岁 那为什么不到30岁呢 其实倒不是说大家这个穷国就活不长 而是说这个婴儿死亡率特别高 婴儿死亡率高 他刚出生就死了 他把整体的寿命就拉得很低 如果你把这个婴儿死亡率这个去掉的话呢 其实这个人的寿命还是蛮长的 这个当然呢 这个科技也是会使得人的寿命再持续增长 这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最近有一个波动 就是美国因为有这个新冠疫情 而且这个控制不太好 所以这个老年人这个死亡率蛮高的 所以造成这个美国的这个人均寿命减低了两岁多 就因为新冠疫情一个影响 因为很多老年人去世了 那当然这个中国的统计还没看到 但我理解就是应该也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但当然中国这个扩散没那么大 所以实际上还是会好很多 美国就是很明显 基本上就是这个人均寿命都跌回去了 但是呢 这个还会涨回来 因为随着这个疫苗随着包括治疗药物的这个突破呢 一定会涨回来 因为这是一个永恒追求 这个而且是大家会希望活得越来越长 当然理论上讲这个预期寿命是一个问号 就是有人说200岁 有人说150岁 有人说120岁 就看你怎么推论啊 因为一方面呢 就是说大家会说这个如果那个没病没灾啊 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分裂能到什么程度 那理论上讲100岁以上是可以做到的 那如果我有了延长寿命的药物 比如说发现这个关闭了某些这个衰老基因 那是不是能活得更长 那理论上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就是说 我们说应该至少从现在看呢 这个活过100岁这个目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 现在新生的这个小朋友们 他们未来的寿命 预期寿命就应该是活过100岁 这个至少 比如我们在身边 这个国内可能报道比较少 美国这个基本上90多岁 100多岁的人 其实越来越多 我们小区边上就能看到 这个我们隔壁邻居就这个90多岁了 那所以这个是长寿趋势是很明显的 而且这个需求是是是在这摆着的 对吧 那另一个呢 就是说那既然 大家都有需求呢 肯定呢 有这个是是最大的一个市场 尤其是一方面的和医学来比哈 就是说 这个你看这个 制药企业 它是要把药卖给这个患者的 那同时呢 其实这个医疗的市场不只是药 还有这个医生的这个处理呢 还有医院呢 对吧 这个治治疗啊 诊疗啊 这个市场 对吧 所以诊疗市场加上药的市场 这个大致等于是 这个保险公司要赔付那个市场 但是呢 这个才是长寿里面的这个 已经生病了的部分 治病的部分 那理论上讲 长寿科技 我还要治胃病 就是他还没有生病的时候 就要给他管起来 生病没生病都统一管在一起 所以他整个市场 肯定要比这个 传统的这个 或者是医院集团 或者是医药企业都要大 另外一个呢 就是因为 他的这个模式呢 容易扩散 就是我给一个人做 是这个模式呢 我给100个人也是这个模式 我给100个人也是这个模式 而且呢 我越做的大 这个给患者 或者说服务的用户数越多呢 我的健康管理呢 就会越有优势 因为我就有了规模效益 这个规模效益能体现出来 所以李主任讲呢 就是健康管理公司呢 不会是一堆小公司 一定是 这个最后是几个巨头 或者甚至是 少数的几个巨头 这个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他比任何的医院集团 和任何的这个药长都会大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产业 当然另外一方面讲呢 就是 这个 人 我们都知道这个衣食住行 很多地方得到满足以后呢 我们在健康上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大 那需求越来越大呢 也分成这个两个方面啊 就是好的和不好的 那好的呢 就是说以前这个很多治不了的病 我们都现在都可以治了 以前这个 治的不够好的病 现在可以治的更好啊 对慢性病的这个养护 也是我们的 这个让 生活质量变得越来越高了 那当然另一个也有一个趋势呢 就是所谓叫过度治疗 就比如举例来讲 说 我有一种病呢 我有一个 这个患病风险 我原来这个 不用管 这个 没生病的 我用不用管 但是现在我发现 我的这个患病风险增大了 我就要提前要干预 要治疗了 那当然就这个带来 第一呢 就是这个 药物这个消费增加了 这个当然 医药公司高兴 那第二个呢 其实对患者来说呢 就他 他本来是没生病 你现在让他吃上药了 或者说是让他开始治疗了 那影响他的生活了 对吧 这就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那这个呢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讨论 那我们总的理解呢 就是未来呢 其实这一定是要有一个 这个中间代的 就是你的患病风险 达到什么地步 或者说这个 是生病的可能性 达到什么地步 你就要开始治疗 这一定不是 已经是进入 二期三期四期了 明显症状了 在治疗 那来不及了 一定要提前一点 但是呢 这个第一呢 就提前多久 第二一个呢 提前这个呢 肯定因人而异它有一个灰色地带 就是你不能对所有人都说 提前到什么阶段就开始治疗 而且这种提前呢 很难准确定义出来 往往就是一个概率 当然呢 这个太过度治疗呢 我们也不主张 就是说 尤其是呢 这个你比如说 你看了 现在很多人呢 做这个全基因测序 全基因测序完以后 就会说 某种癌症的这个可能性 是这个普通人的多少倍 这个比如普通人患这个肺癌的可能性 是这个十万分之一 说你这个 这个人查了一下他的基因型呢 说他的这个患肺癌的可能性 是普通人的十倍 你听起来很吓人 对吧 你比普通人这个 得这种病的可能性增加了十倍 但实际上你如果看绝对值呢 就别人是十万分之一 你这个是万分之一 那万分之一什么意思 一万分之一 也只有一个人得这个病 那其实呢 这个概率非常小 那这个万分之一的概率 你值不值得就会去开始治疗 对吧 万分之一概率就治疗 那如果你要去治的话 那当然 因为 九千多个人都不会生病的 对吧 就有过度治疗的嫌疑了 所以呢 就是 我们讲了 就是你去看这个 就是这个全基因测序的结果呢 经常就会告诉你 某些患病的可能性 要比普通人高多少 但是他一般不告诉你 比普通人患病的可能性 因为普通人患病 可能性是个绝对值都很低 你比普通人高多少 高的这个是比例 他听起来很吓人 高十倍 高五倍 高三倍 听起来很吓人 但是一乘以绝对值呢 也没多高 这个所以很多时候 也不用太上心 当然也说明另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其实全基因测序得到的结果呢 有时候呢 他只是个参考作用 没有太大的这个实践依据 他既不能 就是他这个说的这个增 比普通人患病的风险大很多 他既不是一个实际的患病 而也不能告诉你 什么时候会患病 对吧 这个 而且这个风险 其实是浮动的 就是随着岁数增大的 风险里边也会上升 因为普通人的风险都上升 你是普通人的十倍 那普通人的风险也上升 那你的这个风险 随之也上升 所以他也不是一个固定数值 那这种时候呢 很难判断 只有极少数的案例 就像这个 美国那个著名引擎 安吉雷达朱利 他是因为家族遗传 有这个乳腺癌的这个 这个风险 他到最后风险极高 大概是超过了三分之一的风险 也就是说 他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风险 他会得过乳腺癌 所以他做了乳腺切除手术 这个 这个理论上讲是 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风险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大多数人 检测不了那么高 就检测完以后 你的这个乳腺癌的可能性 是这个万分之一 那你说你值得做这个切除手术 那理论上讲是不值得的 对吧 只不过呢 要多监测一点 就是发病风险高嘛 我的这个检测手段要好一点 所以这是一个辩证的东西 就是这个未来呢 这方面还会 不断的在讨论 那这会造成什么 就造成呢 就是说理论上讲呢 我如果是治胃病 让你活得更健康 应该是这个 治疗的这个费用下降 对吧 因为我这个提前就治了 原来你到这个癌症 很严重了 还要治 那很贵 现在很早期就治了 那这个就很便宜 但实际上呢 我们看呢 基本上医药成本呢 还是在上升的 就因为越来越多的小病 都可以治了 越来越多的病呢 都提前治呢 也就意味着 其实那个人群扩大了 因为有风险的人 原来不在这个治疗范围内 现在都在治疗范围内了 对吧 当然也有一些夸张的成分 比如说有些病 这个以前的根本不当病 这个比如说最著名的 就是这个欧美的多冬症 ADSD 原来不当病 这个中国很多时候也不当病 现在这个基本上 这种治疗变得非常普遍 当然这就是另外的事 我觉得是过渡治疗嫌疑比较大 但是总的来说 虽然有过渡治疗 我们为了追求美好生活 我们有时候还会稍微纵容一点 就是天平会向那方面倾斜 那整体呢 这个市场还是在增大的 虽然我们治胃病 尽量把大病化成小病 但是一方面你把这个像肿瘤这样的病 我们就说十年的时间 很有可能会变成慢性病 那就长期服药了 对吧 所以再加上一些过渡治疗 所以到最后整体来讲 市场是增大的 只不过不是一次性的花大钱 而是细水长流的慢慢花钱 也就是说你为了健康管理 你甚至现在就要 就跟付保险费似的 你要不断的去付钱了 但是保险费以前啥都不管 到最后你其实还要付一笔大钱 那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大钱消化掉了 细水长流的花钱 所以这个产业是非常好的 这个尤其我们讲 服务规模化的特点 就是希望你细水长流的持续交钱 这个在健康产业的未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未来的产业 这个尤其在美国是很明显 占到GDP的这个18%到20的水平 这个比例非常高 那中国现在看起来也还会 GDP增长同时 我们这个健康占GDP产业的这个比例 还会再增长 这个因为各种病都要治进去了 对吧 就尤其是你的 你衣食住行都好满足 就是这个治疗这事是 永无止境的去满足 因为即使没病我还想长寿呢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产业 那我们说这个产业呢 这个主要分成三大块 就我们说的是广义的了 就是广义的这个长寿健康 这个要真正实现长寿 分成三大块 那这个三大块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是我们说叫 致死性疾病的这个筛查 就是很多时候人 为什么我们寿命受影响 就像我刚才讲的 突然有个病来 很多人都去世了 像这个COVID 这个新冠一来 很多人去世了 寿命直接受影响 如果说这些人不去世 那这个寿命就会很长 对吧 所以致死性的疾病 我要控制住 当然致死性疾病呢 这个现在过去 这个一百年以前 人类最大的这个威胁呢 其实是这个感染 就是这种创伤 因为这个战争太多 那现在这个感染致死 那已经在这个死亡里面 占了非常非常小的比例了 就是那所以这个 所以以前的致死性疾病是 当然一方面感染 另一方面就传染病 就是这个流行病 这都是在致死性疾病 在这个死亡率里面 占的很高的比例 但是现在呢 传染病也是得到 很好的控制 尤其是这个青霉素的各种感抗生素出现了以后 那这个致死性疾病呢 都是被这个肿瘤占据了 前几位都是肿瘤啊 包括当然有一些心脑血管 比如说像中风啊 都是这个高致死性的 但是那种 这个过去的那些感染啊 创伤啊 那就这个 包括这个传染啊 那就比较比较比较 就治疗好了 比较罕见了 所以你看人类也是在进步 所以这是一个 当然我们这个致死性疾病呢 随着 只要是高致死性的 我们就要去不断的去攻克它 所以这个在 不断在进化 可能多少年以后 这个 十年以后 肿瘤不再是高致死性的了 那还有那些致死性疾病 我们又会去治疗啊 从来说要把它控制住 这样呢 寿命就能失去延长了 第二个呢 就健康监测 健康监测呢 就是这个 我们最近也在跟这个一个 从斯坦佛 Spinoff 斯坦佛的这个技术 孵化出来的一个公司呢 也在谈合作 当然还没有 最后的结果 有了跟大家汇报 争取 能让大家用上 但是他 当然他这产品也没有完全研发出来 他自称是这个 要研发出来以后 也应该是快了 我再了解一下他的进展 如果研发出来以后 我们也可以大家试用一下 那他的这个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 人的寿命啊 尤其预期寿命呢 和人的严正是这个相关的啊 就是因为他做了很多的这个 用户的跟踪 他说做了1000例用户的多年的持续跟踪 他发现一个规律呢 就是人的严正水平啊 就是和这个预期寿命是这个高度相关的 那所以严正水平呢 简单说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一般喜欢说就是亚健康啊 所以就是你说不出来有什么病 但是肯定是不舒服 肯定不是健康状态 但是实际上你到这个医学上去追究呢 说不出来有什么病呢 总是有一些小的病啊 比如说举例来讲我前两天这个淋巴结肿了 今天又没了 前两天淋巴结肿了 那淋巴结肿一定是什么地方有一定的这个感染 或者有一定的这个小的病变啊 只不过呢 因为淋巴结本身是人体的免疫组织 它免疫的作用就是把这些小病变给处理掉的嘛 但是如果你有持续这种问题啊 就包括说呢 所以严正什么意思呢 就是发言就是这个人体的免疫系统正在和进入人体的某些东西在对抗啊 比如也可能是些体外的抗原啊 也可能是体内的这个自身免疫反应 总之呢 就是免疫系统启动了啊 在工作 那免疫系统在工作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结果呢 叫做发烧啊 就是发热啊 就是因为他工作的时候就耗能耗能的时候就局部至少会发热 如果全身都免疫反应就全身发热 所以这是这个上次我们讲卡尔T的时候就讲过 卡尔T就是一种免疫反应 我只不过就是说这个敌人太强大了 我在体外训练军队训练警察而且把它成批的放大复制 然后把它输入到体内 输入到体内的话呢 就会和体内的一些肿瘤细胞来这个对抗 那这种时候呢 就会等于到处都有战争 那就会出现这个发热 那甚至说呢 出现叫免疫风暴啊 就是这个全身都这个发热的现象都很严重啊 这个敌人太多了啊 警察忙不过来 那这个全身严正 那如果严重的话呢 直接发烧就会造成死亡啊 所以这个卡尔T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那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呢 一方面呢 就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呢 其实在每时每刻在保护自己啊 都在起作用啊 另一方面呢 就是如果你老让免疫系统忙着啊 虽然不是大事 虽然他最后都战胜了这个这个这个坏人啊 不管是体内的肿瘤 或者是这个变异的细胞 还是体外的这些抗原 我都战胜他了啊 但是呢 我是有损耗的 而且呢 这种战胜过程呢 会带来发热啊 所以呢 实际上这个亚健康有一个特征呢 就是持续低烧 低烧就是 比如我正常的这个 这个体温呢 比如35度 但是呢 我这个体温也没有到发烧 36度2 对吧 但是我持续高啊 就比比比正常的基线高一点点 那这种时候呢 对我们的健康是有损害的啊 说实话 就是说虽然他短短时间内 不会造成那么大损害 不会突然之间 像那种致死性疾病一样就死掉了 但是呢 长期是损害我的这个 所谓叫寿命的预期的啊 我的寿命预期就会缩断啊 因为都损耗掉了啊 所以这个呢 也要治 那这怎么治呢 就是要持续的健康监测 因为持续健康监测 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你先要把这个 你的生理指针的这个基线画出来 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基础体温是多少 我如果没有炎症的时候 我是什么水平 那人不可能 不可能一年四季都是炎症 对吧 那一定是一个一段时间 不是炎症的水平 它就会体温就会下降啊 你如果下降一段 维持一段时间 那这就是你的基线啊 那这个呃 有了基线才能做很多的判断啊 之前我就讲过 就是我们其实对自己的体温的持续监测 都基本没做到过 然后呢 我们就做一个非常粗糙的监测 就是说啊 这个呃 36度啊 这个不到37度啊 就不算发烧啊 超了37就要发发烧了 这其实是每个人的基线是不同的啊 这个我原来啊 在得道理讲这个课的时候 就有人一个在在在我的节目里留言 就在讲这说 那我的这个平时不发烧34度多啊 等到我这37度的时候 我就已经高烧了啊 但是呢 我到医院去别人医生一查 说37度没事回家歇夜吧 对吧 那这因为什么呢 这不知道你的基线吗 以为你基线就是36度的 对吧 37度不是事 但是如果你基线34度 33度 那你这个37度可不就烧的很难受了吗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的健康状况 就是你这个 至少我原来学生物的啊 就我们这个健康状况 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这个照顾程度啊 粗糙到还不如实验室动物呢 对吧 这个原来我们讲这个 呃 做动物实验 给这个大鼠或者小鼠给药 都是按体重称的啊 就是你按体重多少 体重的1% 或者体重千分之一 这个剂量给药 都是都是用那个砝码 用那个小天平称出来 很精准的 但是到了人了 每个人体重都不一样 然后你的给药 就是成人一片 儿童半片 这半片自己拿刀切去 对吧 切的水平怎么样 其实根本就不可能精准嘛 对吧 所以那你就看到说成人 不管是在监测还是治疗上 都反倒连实验室动物都不如 都一点都不精准啊 这个那未来呢 就一定要精准啊 当然这里面咱们 同学也给了一些贡献啊 说现在也有这个 所以叫做3D打印的药物啊 这个已经进入到这个临床了 很有可能能获批啊 这个当然这也是个好事啊 就是说如果我要 我能3D打印 理论上讲 我就能够精准控制 用药量啊 就根据我的这个体重来给药啊 当然呢 其实它是个综合因素 还不光是体重啊 这个当然至少我可以用个算法 把体重换算成这个给药量啊 所以不是个线性的关系 但是是可以换算的 根据体重来给药 那肯定要精准很多 当然呢 这个因为药和药不同 尤其很多生物药呢 它不适合打印 因为它这个要求比较 这个好的这个保存条件 零下呀 或者这个各种的保存条件 它这个没有办法用 这个3D打印机来打印 所以3D打印呢 可能会打印一些常规药物 而且化学药为主 但是呢 至少呢 是个进步 这个是明确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说的 持续对健康的监控呢 对我们的了解就会大很多 就是尤其我们人人都持续健康监控呢 我们可能 即使对一些基础数据 能读出很多东西来 就是对这个体温 比如举例来讲 就一个体温 其实其实这个 还有什么不准确呢 其实第一呢 一年四季人的体温 不是恒定不变的 就是这个不同的时候 按中医的说法 但是这个要确认 这个到冬天的时候 你体温会低一点 夏天要体温高一点 就夏天代谢会旺盛一点 这个冬天代谢会直缓一点 当然这个理论上讲呢 如果你是这个 住在这个冰天雪地里 你如果是俄罗斯人 你的代谢就会直缓一点 如果你是这个 吃热带的人 你的体温也会高一点 代谢也会快一点 因为体温也是代谢快慢的一个反应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 所以一年 所以你看你位置不同 你的代谢不同 然后你的这个一年四季 你的这个代谢也会不同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这个 这个一天24小时代谢不同 那晚上代谢速度肯定减慢 理论上讲体温会下降 这个白天呢 这个代谢旺盛的体温会上升 所以 所以你看这个 你生病测体温 对吧 如果你说晚上体温 晚上如果是体温升高了不多 你要小心 因为理论上讲 晚上体温本来应该降低的 那白天体温升高呢 应该稍好一点 白天体温本来就高 所以像这些规律呢 以前都缺乏总结 所以为什么 这个中医好多时候 他需要更多的大数据来验证才行 对吧 这个以前这种规律都没人 在西医上没人 人都当成标准人看 所有人都跟标准应该一致 中医才会 对症失智 才会 才会强调这些东西 但是呢 这个现在有一个大数据以后呢 就是我们就可以慢慢慢慢 使得我们的这个 数据资料能够个性化出来 我们对人的了解 可以上升到一个 更好的一个程度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叫持续监测 当然第三个就很好理解了 就是所谓叫生命质量提升 就是一些慢性病啊 一些老年病啊 我们要治 要活得健健康康 所以呢 我们认为是这三部分 那先看第一部分呢 就是所谓这个 这个致死性疾病的筛查 那致死性疾病筛查呢 就是简单说呢 就是这个大部分 现在致死性的疾病啊 都不是不可治愈 不可治愈的原因就是 它就太拖得太晚了 就是 所以我们说呢 就比如说像肺癌 它的这个五年存活率 如果是在这个 第一期就发现 比如癌症分期嘛 如果是第一期就发现的时候呢 这五年存活率是大于80%的 比如像这个肺癌 最典型叫非小细胞肺癌 它这个第一期 如果就发现的话 它五年存活率超过92% 所以就非常高 所以这个是 只要你早发现 就可以有很大的保障了 那然后呢 这个 这个早发现呢 以前的没有手段 以前的这个 你要发现是不是肿瘤呢 都要做叫这个组织活检 就是肿瘤 现在都是这样 就肿瘤在医院里面确诊 要做组织活检 就是发现已经有个瘤子了 有个实体瘤了 把这个实体瘤 切一小块组织出来 去做化验 就证明这个是肿瘤 当然就是所谓叫 就肿瘤 就是叫良性恶性 如果良性 它不增生 就是个瘤子 就不扩散 如果是这个恶性 就扩散 就是这个癌症 所以要做这个 这个叫组织活检 但是组织活检 当然就很困难 首先你得 发现有个肿瘤 实体瘤已经长出来了 你想一个瘤子 看起来很小 那里面的细胞 是上亿个的 对吧 那早就已经多了 早就已经太多了 对吧 那所以它肯定是 都已经后期了 你等发现实体瘤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到2737了 对吧 那所以呢 那更好的办法呢 现在呢 叫叫这个 液体活检 那液体活检呢 现在也是这个 一个大热门 当然那这个大热门呢 现在这个 我们之前反复讲了 最最有机会的 液体活检呢 叫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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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里的 游离 DNA的检测 就是因为 肿瘤细胞 总要 这个 它的特点就是 它可以不断的 这个 分裂出来 不分化 我们上次讲过 不分化 但是分裂 分裂出来以后呢 会游离到血液里 理论上讲 游离到血液里呢 如果被血液 带到另一个器官那 这个 附着到那器官上 又开始扩增 就成了 肿瘤扩散 那所以 血液里面一定会有 游离的一些 这个细胞 那这些细胞呢 在血液里 它因为各种作用呢 它可能破裂掉 它这个DNA 会释放在到血液里 所以到血液里去检测DNA呢 一定剂量的DNA呢 就可以被检测出来 当然现在的检测技术 越来越好了 就甚至做到 我们叫单基因检测 就是上次也讲过 第四代 这个PCR的技术 就是单基因 就能检测出来 那如果单基因检测的话呢 理论上 你血液里发现了一个 肿瘤细胞 我都可以检测 当然实际上不太可能 因为你得抽到 那个血里面 含了肿瘤细胞 对吧 我每回抽的血 不是全人血都拿来检测 而是我抽一点点血 抽五毫升血 这个五毫升里 正好含了这个肿瘤细胞 哪怕含了一个 我也能检测出来 但是问题是 你全身是多少个五毫升 对吧 至少是它的这个 成千上万倍了 所以 你至少成千上万个 这个肿瘤细胞 在血液里游离着 你才可能被抽去 抽到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抽就抽不到了 因为血液里 所以这个主要是 采样的问题 所以 但是呢 这依然是更精准的方法 就是因为它成千上万个 它也比那个 一个实体瘤要早很多 实体瘤 它已经是多少亿个了 对吧 几十亿几百亿个了 对吧 那就要晚很多 所以呢 这个液体活减呢 是更早期 而且呢 主要是更容易发现 我在血液里就好了 我不需要去找到 那个实体瘤 实体瘤有时候 你没注意 觉得身上长一肿块 没注意 你哪知道它是肿瘤呢 对吧 经常会忽略掉 那么而且我们讲 就是这个叫 血液里的优利地 当然 它也是 这好 也是它的好 也是它坏 坏是什么呢 就血液依然不是一个 最方便的检测方法 尤其要抽血 要一定的量 比如要至少抽个五毫升 十毫升的 抽一点点是不行的 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 这个原来 这个从散播出来的 那个毕业生 叫 叫 以利 公司 叫 后来 因为这个事 成立丑闻 出了一本书也有 电影也有 叫坏血 就是讲 这个人是个 骗局 他那骗局什么 就是说 从血液里抽一点血 然后就可以做一堆的测试 当然那血液的测试 其实很多是血常规 常规测试 当然那很多 常规算是其实没加用 就是血液里的各种 物质的含量 它没有办法拿来做肿瘤测试 因为肿瘤测试 你如果越是少量的 越是很量 因为它和你取的量相关 你越是很量 你就越可能没有抽到 那个肿瘤 在这个细胞或者也好 或者DNA也好 在这个血液里游离的那部分 那你这个测试就不准了 对吧 所以还是要一定量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弊端 就是说 你没法在家做 你比如像 踩指尖血 这不够 这个血量不够 你必须得去 有人给你抽一管血出来才行 那不能在家做 而且呢 就也没法太频繁的做 对吧 你每天踩 这就不行了 所以呢 这是有它的局限的 理论上讲呢 如果是一些 非创伤性的 这个采样 比如说唾液啊 或者尿液啊 那就容易很多 那血液呢 就相对就复杂很多 就是自己在家做不了 这个需要 去这个医院 或者去诊所 这个 甚至未来 有没有可能 这个诊所普及 比如说美国 现在叫分钟诊所 就是很多小诊所 那中国理论上讲 未来 比如诊所 药店普及 这个药店 这个诊所功能 这一定也是一个 未来发展方向 就是说 这个国外叫 Pot 就是说 我希望在 离我最近的一个地方 去解决 我一些日常常规的 这个诊疗问题 我不希望走很远 或者我不想去大医院 大家都挤到大医院 去排队 去挂号 因为我并不是 看什么大病 我就是一个日常的检测 所以就是 理论上讲呢 这个 这个要想 做到日常检测呢 你要有更多的 在我们身边 方便 我们能够参与的 这个临床检测的点 这才行 那样检测点 是明显不够的 去大医院 这个大家 肯定是不愿意的 然后你去 去这个体检中心 那这个恨不得 一个城市 一般就建一两个 体检中心 你去 肯定是不方便 这个更别说排队 大家扎堆的问题了 所以 这个现在看起来呢 就是说 当然我后面还会 有很多讨论 就是说 技术是有的 就是这个 所以叫 学业有利DNA的 这个检测是有的 然后呢 这个完善的程度 也越来越高 这个 但是呢 还有很多不方便地方 那不方便地方呢 不在技术这一侧 在服务那一侧 那 技术为什么说有呢 就我们讲说 像这个肿瘤的 基因和分子检测 是这几年的热门赛道 我们列了一些 就是 这个 2021年就发生了 十几起融资事件 融资金额都30多个亿 人民币了 在国内 就只是在国内 然后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现在是一个热门的创业项目 因为这个 肯定都希望做肿瘤检测 对 这个是有市场的 当然呢 另外一方面说呢 肿瘤检测的普遍做法 那就是我们说叫微阵列芯片 以微阵列芯片为主 还有一些 相对复杂一点的做法 传统做法 叫一个荧光PCR 但是 荧光PCR能够检测呢 手段 就检测的这个 位点比较少 然后呢 这个操作比较复杂 所以基本上 微阵列芯片比较多 然后呢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呢 所以叫这个 做肿瘤的panel 就是这个各个的 各家的这个检测机构 各家肿瘤检测机构 比的是什么 竞争 竞争什么 就是你的这个panel 就是实际上等于 你自己要做一系列 你自己要去 收集整理很多 可能是这个 基因突变就意味着 就是肿瘤的这样的 这个基因突变的位点 这样的序列 把它找出来 然后放到一个 自己做的芯片上 这样的话呢 用这个芯片呢 和这个血液一接触 里面如果有这个 肿瘤的这个 就是这个基因呢 就是特异性的结合 就能够显示出来 这样的话呢 效率高 就是我一个芯片上包了 好多好多个 这个可能的位点 这个上百个 这样我的检测呢 就会快 而且呢 能做到及时性 就是我直接在 这个小的临检中心 临床检测中心 就可以做 没有必要去到大医院 或者叫 统医的检测中心 那样时间就耽误了 所以这个呢 是这个未来的趋势 现在都越做越好 就是说因为 随着这个医学上 对肿瘤的了解 包括说这个 包括各种的研究的 进展的这个公布 大家都在把越来越多的 能够发现的 这个肿瘤的 这些这个基因突变 都包含到这个 这个检测上来 就能够检测 更好的检测出 这些肿瘤来 所以这个是 就是从临床上 就从这个 治疗的技术上来讲 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说呢 技术上已经做到了呢 所谓叫 分子检测的 这个全生命周期管理 肿瘤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从一开始的 这个早期筛查 早期筛查和早期确诊 对吧 发现这个怀疑 然后确诊 然后到呢 在治疗过程中间的 这个肿瘤分子的这个分型 就到底肿瘤是 什么肿瘤 然后呢 甚至这个伴随诊断 尤其是呢 为什么伴随诊断呢 因为肿瘤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容易产生突变 所以你可能本来是 某个突变型 是你重点在治疗的 然后你发现这个突变型 这个肿瘤细胞都被你杀死了 那另一个突变型又起来了 你又把另一个突变型要继续 继续要不断的监测 然后呢继续治疗 所以肿瘤 为什么我们说 未来可能会形成慢性病 就是说呢 肿瘤的 出肿瘤分子呢 在你身体里是 没法行风作浪的 它一定要积累到足够的数量 但是足够数量的同时 当它积累到足够数量的同时呢 这个它已经有产生很多的突变 也就是说呢 它有一个某种核心的突变占主流 你把这核心突变 你因为针对性杀灭 用这个卡尔T都是针对性 你把这核心突变都干掉了呢 那那些小的突变呢 因为没有这个 因为这市场腾出来 空间有了 就会有些又长成了新的突变 而且没有被你杀掉 它又有了空间 它又长起来 那它长起来 你要把这个侧出来又要杀 所以实际上呢 就是你对这个肿瘤 你要不断的去做这个测序 不断的去做分析 了解它的这个突变的进展 然后你好针对性的呢 去调整你的治疗 当然呢 治疗完了以后呢 只要把这肿瘤数量压到一定的比例以下了 那这个可以说就这个 有一定的安全期 因为它长有个过程 对吧 而且你的 毕竟的免疫系统还是起作用的 只要这种数量压到一定的数量以下呢 免疫系统就可以控制让它到一定范围内待很久 但是呢 总要担心它复发 所以呢 这个后面 后续治疗完了也还有复发的监测 这个复发监测还是长期的事 尤其是已经发生过肿瘤的人 它的复发监测的频度密度就要比没发生过肿瘤的人要密很多 所以这个呢 都是可以做到的 当然这做到呢 就是回过来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方便性的问题 就是你如果是每月都要检测一次 你是不方便 对吧 所以这是第一块 我们都看见了 就是核心技术是血油里DNA 就是CTDNA技术 然后呢 这个尤其是用这个肿瘤的大Panel来做筛查呢 效率还是蛮高的 但是呢 最大的问题是要抽血 当然尤其是说肿瘤的这个全生命中器管理的 其实都能配套 但是呢就是复杂就是麻烦 那第二块呢 就是我们说这个叫持续健康健康监测这部分 那持续健康监测呢 也是一样啊 好消息呢 是都是有手段的啊 就是我们监测的 尤其很多生理指针呢 如果持续监测 如果是一个点 其实意义不大 我就每回体检的时候测一下体温 那真的没啥意思 因为这个太多的偶然因素影响了 但是呢 如果我是持续在监测我的体温 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现在呢 就是我们讲的最典型的 就是说像这个苹果手表啊 这个是已经在监测我们很多很多的功能了 而且呢 还在继续扩大 还在会 就是这个手表会把越来越多的功能 集合到 集成到这个苹果手表里 对吧 所以这个 我就稍微 提前剧透一点 就是我们12月18号前程大会 这个大家就知道我们是预先录制的 因为没有办法做现场了 那那里面我们就讲到 就是说 其实对这个人的这个日常监控来说呢 苹果手表真是做得不错 而且我们讲苹果手表 它技术玉埋 就是它很多技术已经在这个系统里了 只是它暂时还不提供应用 那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它就把这个软件一升级 这应用就提供给你了 那就意味着说 你就可以开始享受更多的这个 这种生理之争的监控 监测的手段了 那所以理论上讲呢 我们就号召就是说 每一个人呢 我们这个至少给老人 这个买个苹果手表 给带上 当然呢 这个老人 你让他自我监测那不行 你把你的这个老人的这个监测数据 放在你的手机里 这样你能帮老人去分析 这样是有用的 这样解决了一个说 老人需要更多的监测 但是老人不懂科技的问题 就我们帮他用上 我们帮他监测 他只要带着就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 其实已经有手段了 这个而且能够做 持续监测了 这个 当然呢 你如果要说找更多的设备呢 也有 就我们就讲呢 这个我们也一直在不断的去看 有哪些 因为持续监测的要求就是 你要能够方便 就是能够便携 能够随时监测 而且呢 这个不让这个 这个被监测者 做太多事 我每天要监测 都要费半天劲 做很多的事呢 我就不愿意了 就很方便 我就愿意去做 对吧 那这个 而且呢 监测的指证是很 是可以持续监测的 而且很重要 所以你看这个 国际上也有很多公司在做很多事 我们这只是具有两个例子 类似公司还很多 比如说 放在床垫下 放一个特殊传感器 他就可以对这个 睡在上面的这个人的这个心率和呼吸频率和运动都能够检测 然后或者说呢 非接触室 旁边放一个小雷达 对我对你的呼吸和这个睡眠状况 我就可以产生监测 能够1.2米的范围 能够监测 这样呢 甚至我能够报警 比如有这个呼吸衰竭 我就可以或者呼吸困难 我就可以报警 这个 尤其对一些重症监护 老年人 就很需要 尤其是他又不打扰我 他就搁在那 这个平时 对我没影响 因为这个雷大波我感受不到 但是呢 如果有问题 他可以报警 这种监控就很多 所以这个日常监控的手段呢 当然一方面呢 就是说我这举两个例子是硬设备的 大多数日常监控的 我们说呢 是另一类的设备 我们叫柔性电子 就是贴在身上 或者是穿在衣服里 这个柔性传感器 这个柔性电子呢 这个也有很多 包括像体温监测啊 这些 包括甚至像加两个 这个位置啊 这个运动传感器啊 都是可以加的进去的 所以这些呢 就都是这个持续监测手段 我们讲是有的 当然我认为呢 最好的手段就是手表 然后呢 另外一个持续监测是什么的 它不是那么持续了啊 不是这个就是每天带着啊 这是最连续的 最连续的监测是 像手表这样的 这个每天带着 或者像这个放在床旁那样 每天晚上都监测着 但是有些东西呢 它不是这个连续监测呢 它就不是那么密 但是我一年也可以多检测几次 它也叫连续监测 对吧 这个那我们说呢 就是所谓叫这个小型医疗器械 尤其是叫做便携的成像系统 因为医学影像来做检测呢 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手段 那我们这儿也就是这个 曾经介绍过啊 这公司好像和这个复兴还有合作啊 这个但是很奇怪 这个复兴包括这回这个BioNTech 这个这个这个疫苗的合作 也好像动作比较慢啊 这个复兴跟人家 就是说他资本方可能比较强 跟人家谈合作比较水平高 但是真正落地 让他这个技术捕毁到所有人 这好像做的差了一点啊 这个因为我们也一直讲 科技革命以来 科技推动社会的核心 就是要捕毁啊 就要覆盖到所有人 如果你不能让大多数人都应用上 没意义对吧 那但是这技术呢 它的目标本来是让大多数人都应用上的 就是我们这个图片里显示的啊 这东西已经都出来了 就是这个 当然这之前很久 我们就跟踪监测 他一直看到他东西出来 就是非常小的一个 这个这个超声的探头 直接连到手机上 就可以看到这个影像 那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这个超声都是个大设备 B超都是个巨大的设备 这个但是呢 这个超声影像很重要 很重要 比如说举例来讲 因为原来我们投资过一个 做这个 所以这个中风 脑中风这个企业 那些还在做呢 这个所以很多先进科技啊 你要真正的到最后 研发出产品推向市场 那这个负的劲实在是太大了 好这个我不相信讲那些 这个曲折了 那就简单说呢 就是中风呢 有一个所谓叫黄金一小时 就是我在中风一小时之内 送到医院 或者一小时之内开始急救 我的这个 这个治疗效果 预后就会好很多啊 如果不能及时急救呢 他这个比如血栓一旦形成 或者这个 这个 这个大出血啊 这个没有得到控制 那他就会形成很大的 或者是 这个 形成一个不可逆的伤害 就就很麻烦啊 那 但是呢 问题是这个中风呢 他有两种 他治疗方法是相反的啊 一种就是啊 这个我们说的俗称的 就是所谓这个血栓啊 另一种就是大出血啊 因为血栓你是要是这个 让他不要凝血 抗凝血 对吧 大出血呢 要让他凝血 这两个方法是相反的 但是呢 这个怎么去了解说这个 因为看似症状是一样的 就是中风就是突然这个大脑里面出了问题 就可能晕倒了呀 可能这个动作不变呀 或者语言不变 就是他表现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 其实的这个发病因素是反的 那你治疗就要小心 如果治疗反了 就这个脑子人病了 对吧 那怎么判断呢 以前呢 就必须要送到医院用B超 对吧 那但是你送到医院 你路上可能就耽误了 就不止一小时嘛 对吧 从发病到送到医院 折腾半天就不止一小时 所以往往会耽误事 那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像这种小型的便携的超声设备 现在 但是他现在用的呢 还没用在这个中风上 因为中风还更复杂 但是理论上讲 就是这套系统是可以用在中风上的 因为它就是这个超声设备 超声设备在炉内 就可以 就是像到医院用B超一插 就是到底是打出血 还是血涮就可以插出来 然后就可以用针对性用药 那如果说现在是小型设备 我直接带在救护车上 到这个患者 病人发病的时候 直接现场检测 检测完了以后 现场就可以治疗 因为就是打针 就是或者是这个 这个抗凝血的针 或者是这个促进凝血的针 就是打针就 最起码你后续治疗 那是到医院可以做 但是你现场就已经可以治疗了 对吧 这个包括我们做的设备 CeraVas那设备 也可以 它是解决这个血栓问题的 就是如果你判断清楚 也可以 因为它设备很小 也可以现场就治疗了 所以前提是现场能诊断 那现场诊断呢 就是这种便携式的成像设备 非常非常关键 那现在虽然没有用到血栓上 但是未来一定能用上 就是因为它便携式的优势 在那摆着的 对吧 那当然这个 所以就是说 其实成像是特别重要的一块 但是呢 成像要和什么结合呢 就是要和这个人工智能 想结合 因为成像有一个解读呢 对吧 就是你这个成像 尤其是我们讲的 你如果是叫POT 叫Point of Care 就是你在那个现场 对吧 你去直接成像就要解读 那你没有那么多影像科的医生 对吧 这个影像科医生都在医院呢 对吧 那你成完像不能解读不行 那现在呢 我们说有了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不就替代专家系统的吗 对吧 所以呢 就这个医学影像的解读 这方面的人工智能进展是最快的 那我们也一直这个 讲了好多次这公司了 就AirDot 对吧 他很聪明 就是别的医学影像呢 你还要这个 跟医院去要 医院还未必跟你共享 对吧 那这个医学影像 我自己可以采集 就是所谓叫视网膜影像 就我自己拍个眼底照片就好了 他们自己设计的 开发的一个 这个眼底的这个照相机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这个配镜 这个都 眼光配镜都有类似的东西 所以这个硬件其实不复杂 核心就是拍出一个眼底的 清晰的片子来就是了 这个就是 说摆了这个小发明 那核心的问题 核心的能力呢 是这个收集到了足够多的 这个足够清晰的 这个眼底的照片 然后和这个专家的诊断结果去学习 学到最后呢 你也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诊断 这个是这个AirDot的技术 就开用人工智能去 学会了对这个眼底影像的这个诊断 就是所以实际上呢 我们就说 这个医学影像正在小型化以后呢 会越来越多的在我们身边得到了普及 但是呢 这普及又会造成这个影像的这个诊断者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影像科的医生不够 那这种时候呢 人工智能正好有了用物之地 所以呢 当然这个我们说AirDot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因为他可以摆脱医院 但实际上呢 现在大多数医学影像诊断呢 还是在基于医院的这个医学影像 毕竟人家已经都可以拍了啊 而且你需要B超 你甚至需要核磁 对吧 X光等等等等 那你你自己不可能提供设备给 给患者啊 你最好是这个患者在医院去用了 当然现在就有另一个现实问题 就是说他医院支持不支持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投了这个AirDot 没投别的 因为因为这个别的医学影像 这个表面看这个 这个这个对医院是好事啊 这个但是呢 医院本来就影像科啊 你你这个人工智能 把它替代的那些人就不厌感了 所以呢 这个很多时候 这个医院的影像 他就不接受人工智能的检测 虽然从2020年开始 2020年 我们说是人工智能 医学影像检测的这个原点 就是这个 这个政府 一下批了这个 差不多十章 所谓叫做这个人工智能 影像检测的三类症 就是就给给症呢 AirDot是其中之一 还有很多张别的 有S光的 有B超的 那那些呢 这就很麻烦 就是你虽然是批了症了 理论上讲的可以用人工智能 去读这个医学影像这片子了 但是呢 医院有影像科的就会说 我不用你读 我自己来读 对吧 所以你们看到说很多时候啊 这个传统会是科技创新的阻力 因为我的传统模式已经形成了 我有影像科医生 我可以做 那你要替代 我不让你替代啊 所以 这就有阻力存在 但是新增市场 没阻力的就好很多 对吧 我这个 自己拍个照片 我就解读了 那就好很多 甚至将来说 都不是这个医学影像水平 直接是面部照片的 我们前一段看一个 这个创业团队 当后来没跟了 就他通过面部 就可以识别出很多很多的 这个疾病状况来 所以你看现在 我们有那么多的视频监控 各种摄像头 甚至说到各个地方 都要刷脸 那你以前刷脸就是刷脸 就是一个准入而已 能否进入的一个同型症 那在未来就是 这刷脸同时 帮你把疾病特征 都给采集的分析了 如果你想要 我告诉你 有什么病去治一下 也未尝不可 当然有隐私问题 但是呢 最起码这个 对人如果发现了疾病 救人医病来说 那还是很重要的 当然这个面部 到底能识别出什么来 也需要有大量的数据 大量的分析 大量人工智能的人进展 所以表面看起来呢 好像人工智能 只要有一些影像 一解读就好 但实际上呢 就很多时候影像 从哪来 这个解读积累的数据够不够 就是还有很多的进展 所以就是人工智能 只要你利用人工智能 找到一些新的数据来源 对这些新的数据进行训练 你总是会得到新的惊喜的 就是人工智能 进入各个行业 还远没有到 已经广泛覆盖的地步 还有太多太多的地方 可以用人工智能 去获得新的知识 获得新的这个理解 甚至我们说 如果我们对 自身的健康状况 有持续的监测 我再用人工智能 去对这些数据做分析 可能我们对自己的 健康状况的了解 甚至每个人的 各应化健康状况的了解 都会进一大步 到那时候 我们可能才能和中医 去做比对 说到底中医有没有道理 在这之前 如果我们都是 拿每个人当标准的人 去算的话 那和中医比对没有意义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说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叫 这个各种的这个诊断 就是像这个AI影像分析 已经一大堆的公司了 那当然呢 除此以外呢 还有很多这个取巧的做法 就是说 我不是影像 我也不是这个可穿戴 我还有什么 那我们这个举的例子呢 就是也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江安清教授 现在回到西欧大学任教了 那他这个发明的 所谓这个这个 可食用的胃酸胶囊 就是这个吃到胃里 这个一分钟 就可以在体外读出数据 就是PH值 而且呢 非常精准 那理论上讲呢 我就可以持续的对这个 我的胃酸状况做检测 因为每天吃这么一个 它是营养品 它这个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所以你每天吃 就跟每天吃一个营养胶囊一样 甚至未来这个胃酸检测胶囊 是不是还能含一些 人体必须的微生物矿物质 对吧 每天就是这个 等于是补充微生物的时候 补充矿物质的时候 维生素的时候 顺便读一下胃酸 对吧 就一举两得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 我就应该跟匠教说建议建议 对吧 那当然那个就复杂了 就是这个 因为要 要 要那个 叫营养 营养食品 营养品 营养品的注册 又有另外的程序了 营养品还能有诊断功能 可能就是一个交叉 就比较复杂 但是对患者来说就很方便了 对吧 我每天反正要补充维生素 多愿维生素 对吧 那我这个同时还测测胃酸 不是挺好吗 对吧 那这个 他的这个检测呢 就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 这个 我们的这个 胃部疾病和我们的这个焦虑啊 这个抑郁啊 都是相关的 尤其是城市生活啊 人口密度大 这个就特别容易焦虑啊 包括工作压力大 特别容易焦虑 焦虑呢 都容易在胃酸上反应过来 啊 就是这个 就这个 比如胃 胃的酸度 太强了啊 就是所谓叫烧心啊 一开始也不会觉得 就有点难受啊 慢慢慢慢就会变成 胃溃疡 甚至胃溃疡 时间长了会变成胃癌 那他对人体 当然就是很大的一个损害了 对吧 那这种时候 如果你能够形成持续监测 其实理论上讲 一天一次到没必要 但是一个月一次是 是有用的 是有必要的 而且如果完全无创啊 又没有伤害 那你一个月 为什么不检测一次呢 对吧 那你如果实现了持续检测 你对胃酸都能够持续检测 当然前提是 还是一样啊 就是说 检测的时候 一定要尽量标准化 要本着科学精神 比如说我是早晨 起床以后 吃饭之前空腹 做胃酸检测 你以后每天都 这个时间点 都得是空腹 对吧 要不然它是混的 这个是 这次检测是早晨 那次检测是晚上 这次是吃了饭 那次是没吃饭 那这个胃酸就 它就没有这么持续的 连续意义了 如果是每天同等条件之下的 检测 这个时间长了 我画出一个胃酸的曲线来 那就对我们来说 意义就很大 所以这个是 就还是我们讲的道理 因为你先有个期限 然后就知道变化 如果没有期限 你这个所有的高低都不重要 对吧 这个 包括像我们就说 像这之前的肿瘤 这个肿瘤检测 我们说叫这个肿瘤标志物 肿瘤标志物呢 实际上就是一些这个 因为肿瘤 它所谓叫恶性分化 这个恶性分裂 不是分化 对不起 说错 恶性分裂 持续分裂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分裂细胞呢 总会产生一些特殊的蛋白质 那所以你说 这个人 平民场上没别的事 突然之间发现 这个某些 和分裂细胞相关的蛋白质增多了 我就怀疑它有肿瘤了 因为它身体里 突然之间 有了细胞分裂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蛋白质和什么相 因为分裂细胞 还有什么情况 而分裂细胞就是孕妇 所以呢 孕妇要判断肿瘤呢 就得格外小心 因为有很多的 所谓叫 这个肿瘤标志物蛋白呢 也都是 这个汉量比较高的 因为 不是孕妇在这个细胞分裂 是那个宝宝在细胞分裂 宝宝细胞分裂 同时 它这个会产生很多蛋白质 也会排到血液里 这个 它甚至会 透过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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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障 会到 妈妈血液里 所以呢 妈妈血液一检测 这个 好像 某些这个分裂细胞 经常见的这个 标志物蛋白增高 是不是怀疑是肿瘤 未必 所以这个是 所以我们讲 都是要 更系统 更全面的去看问题 然后更科学的去采集数据 然后才能 这个形成一个正确解读 要不然的话 这个解读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这是第二块 就是一个持续检测 我们现在其实呢 说实话呢 手段越来越多 而且呢 还会更多啊 包括我刚才讲的 就是斯坦福那家公司呢 他都搞出来 甚至说对严正都能做监测 以前比如说 我自己就是摸一摸 林巴结 好像最近有严正啊 或者说 这个牙疼啊 最近有严正啊 其实很多都是简单 都是严正 或者说就有点持续低烧 或者萎靡啊 往往你一查呢 都是严正啊 但是呢 这个他没有监测手段 现在他们发明了一种监测手段啊 就是对这个 也是靠抽血啊 就是血液里一查 能对你严正情况 做个判断啊 当然在哪的严正不知道啊 怎么治不知道啊 所以我就说呢 这到时候这个中医 可能会有用啊 在调理嘛 对吧 那调理目标是什么 严正下去 对吧 你光说你调理好 什么炖个汤似的 对吧 那炖汤要有实际结果 实际结果什么 就严正消失 那严正没消失 说明在这条理失效了 严正消失 调理为什么有效 因为严正和预期寿命相关 严正消失 预期寿命增长 那当然是条理有效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看 中西一结合 有可能在大数据时代啊 会格外的出彩 但是现在都还谈不上 因为你数据积累的不够啊 这个中西一就没得可结合 这个是我们讲 但是呢 至少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 这些的技术发明出来了啊 但是当然一方面就是说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啊 我不跟你说 你也不知道这个斯坦佛 搞了这么一技术 对吧 这个另一方面呢 你只都不知道 你别说用了 用也用不上 对吧 因为你也不知道到哪去用啊 所以这个是现在是一个 是实际问题了 那当然第三块呢 就是说这个老年人的 这个生命质量提升的问题啊 这个因为人的预期寿命 它就这么长啊 尤其是我们说 这个原来我们学生物都学过啊 这个镰镰镰镰细胞贫血症 为什么镰镰镰细胞贫血症 它能这个持续存在 就因为他这人到30多岁 才会死亡 但是30多岁 你传宗接代都已经完成了啊 所以他能够遗传啊 对吧 那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 人体的设计呢 就是能遗传就行啊 所以遗传以后 如果出了很多病 没关系 反正死就死吧 对吧 所以呢 到老年时候 病一定增多 因为这时候 即使这个设计出了偏差 它没关系了 它种群不妨碍 在进化上 没有办法把这些病消灭掉 如果是恶性 这个传染病 那基本上进化上就会 这个这个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概念了 所以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一定是在 死伤遍地的基础之上呢 大家就有了免疫能力 以后就不怕了 所以这个 当然最早的群体免疫 其实发生在哪呢 就是这个 人类 我们上次讲 这个进化的时候讲过 就是人类一开始 是吃不了什么肉的 后来呢 这个掌握了捕猎技能 当然一开始是食腐 是吧 狮子老虎 这个抢到的肉呢 捕食道的动物呢 把食道公开 抢他的死吃 抢这个 他的胜利果吃吃 反正总之 慢慢有肉吃了 有肉吃以后呢 就是因为肉呢 就有大量的细菌感染 这个如果你食植物呢 那细菌感染就比较少 如果食肉呢 尤其是食腐肉 细菌感染比较多 那所以呢 细菌感染带来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人大量死亡 就是人类刚刚开始吃肉的时候呢 伴随大量死亡 群体免疫持续发生 然后发生一个阶段以后呢 一方面呢 就我们的免疫力强了 另一方面呢 我们又学会了用火 用火一烧呢 很多这个食物的细菌就没有了 就被烧死了 因为基本上 说叫蛋白变性嘛 细菌也会完蛋 那这个 就是病毒 也会受到影响 那这种时候呢 总的来说 我们的清洁水平上去了 那你健康 这个免疫水平上去了 然后清洁水平上去 一下子人类寿命就提升 就人类的预期寿命 比猩猩猴子要长很多 就因为这事 就是等于是 我们的群体免疫的结果 再加上我们的 卫生水平提升的结果 就是用火的结果 对吧 那所以你看 这当年就发生过 但是呢 就是像这种的 对人类会造成 大的伤害的 这种事件呢 群体免疫会有效 净化呢 会把一些这种 严重的病呢 筛掉 不可能长期存在 因为这长期存在 这个人就没法 进化了 人就灭绝了 但是呢 有些老年病 这个净化 没有办法把它筛掉 因为你已经完成 传统接待任务了 对吧 它就可以持续在 这个人类社会存在 它这个过滤不掉 那就意味着 它会长期伴随我们 长期伴随我们 怎么办呢 就治呗 对吧 那当然这个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到老年的时候 这个脑子容易出问题 我们的大脑 这个容易出问题 就是阿尔兹海默症 阿尔兹海默症呢 这个2021年呢 是批准了一个 这个新药 这个新药呢 是这个BioGEN做的 但是呢 是有条件的 这个使用 而且是快速审批流程 理论上讲呢 不见得是最好的 但是呢 最起码批准了 之前N多年都没批准 任何一个新药 那批准完了以后呢 理论上讲呢 后续还有很多药 就是等于 大脑相关的疾病 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 包括帕金 是未来的一个 特别重要的主力 我认为呢 就是肿瘤 慢慢成了慢性病以后呢 大家关注重点 就进入到这些 脑力相关的病上来了 就是阿尔兹海默 和这个 帕金森的这个 治疗就会 这个药物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就也是 这个十年是 这个十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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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说十年前就开始了 这二十年 过去十年 未来十年 都是肿瘤治疗的时间 但十年之后 我觉得可能是 这个 大脑相关疾病 而且它叫 神经退行性疾病 就是 神经 这样的疾病呢 在这个 未来会 这个大量的出现 治疗的药物 会大量出现 不是病出现 所以这 让我们活得更好嘛 现在已经开始了 到十年之后会 可能十年之后会 达到顶峰 大量的新药出来 就是大家不用再担心 老年痴呆了 要不然老年痴呆 还是非常痛苦的 那这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老花眼 这个 老花眼当然 现在就说 用手术可以治疗 我就在想 试能不能做手术 但是现在呢 我们也看到 一个企业呢 说用眼药水 就可以解决 每天低一下 眼药水 就可以解决 它在墨西哥 已经做了这个临床了 已经在这个推降市场了 现在在这个计划 向亚洲 向北美在扩张 那这个 当然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 其实这个 这个 这个老年的各种病 这个尤其眼睛的感染 包括到老年 脚膜损伤 等等等等 所以人造脚膜 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 这个用了 时间长了 换一个呗 人造脚膜 现在也有公司在搞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营养也开始 就重视起来了 以前我们觉得说 这个这个 病就是治病 当然现在你发现说 其实这个 因为我们讲了 很多时候呢 治病还要靠自愈 比如说像卡尔T这种的 就是你 你不够强壮 你是不能做卡尔T的 因为 这个免疫风暴 这人就死了 所以人要足够强壮 足够强壮怎么办呢 不光治病 还有足够的营养 这个 一个像 抗癌营养 专门做抗癌相关的营养 就这方面 就在中国 是比较 比较前卫主导的 在国际上 已经变成了一个 这个共识了 就是你在治疗的同时 营养跟上 你才有足够 好的体能 去对抗这些疾病 包括说 这体能也包含 让你的免疫系统 足够健康 去对抗这些疾病 因为很多时候 免疫系统 就是可以去对抗的 对吧 但还有另一个呢 就是心理的健康 就越来越多 这个 帕金森是 是神经性的 是硬疾病的 很多软的东西 是精神性的 这两个别搞混 精神 神经 两回事 精神性的东西呢 就是像 像冥想 像 我们说像这个 像这个冥想软件 甚至说和冥想 相关的VR软件 对吧 我虚拟世界里 更容易冥想 因为这个 原来爱因斯坦就说过这话 就是想象一下你自己 因为爱因斯坦做实验的时候 他就都是想象出来的 他会要想象一个电梯 在太空里失众会怎么样 对吧 那所以他就说 想象如果你在这个 乌云的太空里 你望着地球 这个小小的蓝色星球 那你很多的烦恼 就会消失了 那现在呢 你不用这个空想 有时候脑子想不出来 你就直接这个 在VR 戴上这个VR头盔 就直接显示出来了 如果这个世界 都是这个 原来看过的照片 很有意思 就是按这个 时的维度 逐渐的去缩小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一米 现在我们看到 是一个桌面 这个桌面上一米大小 但是十米 就看到一个房子了 一百米 就看到一个小街区了 一千米 就看到一片 然后这个一万米 就为十公里 然后再一百公里 慢慢上去 这一层一层照片 到最后呢 就变成一个星球 然后再变成一个太阳系 然后再变成一个银河系 那你一层一层的 这个按时的维度 逐渐逐渐的去缩小的话 就等于你的视野 不断的去拉大 对吧 那你到最后 你就会发现 很多烦恼都不值得 这根本就不值得 对吧 当然这个 我们学也讲过啊 进化呢 现在看起来呢 就是说 这个人类真是 这个 非常的特殊 就是可以说是 连续中大奖 才会有人类出现 因为 迄今为止 我们可观测到的 这个宇宙里面呢 还没有发现 有任何智能生物的 任何迹象 那这个 但是只有人类 这个 而我们现在呢 已经有 这个 越来越多的 这个天文学的观测结果 那证明呢 这个 像这个 太阳系 像这个 地球这样的 安排并不稀缺 就是说 像太阳这样的 这个 恒星非常多 这个基本上 应该是至少 几十亿的数量 那这个 这样的恒星呢 大量的恒星 是伴随有行星的 就是说 像地球啊 像土星 木星这样的 这个行星 有行星的 恒星的数量 也非常非常多 就是行星 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那么这么多个 行星里面 迄今未知 只发现一个地球 是有智能生命的 更别说 我们所谓叫 高级智能了 那也就是意味着 我们确实 连续中了大奖 这个别人 一次奖都没中过 到我们这 连续中了好多次奖 而且都是大奖 才会有人类 对吧 就包括我们讲说 这个人类 就是一个大奖的结果 迄今未知 我们也很难解释 为什么大脑 通过模式识别 对吧 就是叫管中推亏报 模式识别 最后变成了 一系列的符号识别 而且连续符号识别 一本书 最后一本书 就是一堆符号 对吧 那你这符号 可以连续识别 然后构成一个完整意向 比如说构成一个哈利波特 给你讲了一个 你以前从来没经历过的 世界的故事 你都能理解 这个 你理论上讲 这个猴子也能看见 一个豹子斑点 就知道豹子来了 赶紧往树顶上爬 对吧 但是你通过一个斑点 没有办法变成一本书 只有人把它 能变成一本书 那我们讲的 这个进化呢 不太有冗余 就是进化的 会有一定的冗余 比如说呢 我们的鼻孔有两个鼻孔 我们的眼睛有两个眼睛 我耳朵有两个耳朵 这叫什么叫冗余 对吧 比如我自己就是 我的一只耳朵好 一只耳朵不好 所以我睡觉 如果压着一边的话 另一边就听不见声 压另一边呢 就听见声 对吧 那就意味着说 虽然我这个 在普通人面前 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虽然一个不好 另一个冗余 可以解决问题 对吧 但是这冗余的数量有限 你没有办法做十个耳朵 六耳迷猴 十个耳朵 对吧 九个不好 你还能使 没有这回事 所以冗余是比较有限 但是我们的大脑冗余呢 人类大脑冗余 看起来是极大的 对吧 就我把这个特别大的潜力 发挥出来了 那这成千上万倍的冗余 为什么要那么大的冗余 在进化里没法解释的 对吧 只能说叫取钱进化 赶上了 就是重大奖了 对吧 所以呢 那我们人是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少见的 这样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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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物种的 说实话 那么 所以这个 对我们来说呢 就是 这个 你我们讲 就是说 你这个 要去 这个 想象 这些东西存在 不如 我现在用VR 直接把它就给你 给你体现出来了 让你看到 在这个世界里 你是多么的独特 这个这个 而且世界是多么的巨大 我们每个人 多么的渺小 这是我们讲的特点 就人类是非常独特的 人类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每个人 就是大海里滴滴水 但是缺了这滴水 还真不行 但是呢 你只是大海里滴水 没什么可重要的 没什么日常的烦恼 能烦心的 让你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你就可以 一下就 就觉悟了 对吧 就包括 原来我和腾讯 一个朋友聊天 他说 你看我在游戏里 如果经历一生 经历过大起大落 那我是不是对 眼前的事 也能看得开一些 理论上也是如此 原来不就有这个 叫黄粱一梦的说法吗 对吧 有一个人 这个 等饭熟的时候 睡了一觉 睡觉 就做的梦 特别长 梦过了一生 这个荣华富贵 也后来出了各种问题 大起大落都有 然后睡醒了以后呢 就突然就觉悟了 就是这个世界 没有那么多值得自己 这个 这个 去牵挂的东西 其实呢 只不过这一梦完了以后 那个饭还没熟呢 对吧 这个 所以你看 就是我们需要这些东西 来帮助我们解脱 那用什么 就是用这些现代化的科技工具 所以这也是一个精神层面 精神层面 你如果能够豁达 能够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 能够被别的烦恼所干扰 那当然就会 可以活得更快乐 对吧 那也是这个 我们说大家要考虑的内容 所以主要这三方面 但这三方面是什么 这三方面其实只是技术 注意好 这只是技术 那这个技术呢 他要 我们一直强调 这技术要提供给所有人 对吧 要让大家都能享受到 那我们就说呢 这里面就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你技术很成熟 但是呢 老百姓触及不到 这技术要触及到所有的用户 这个用户不知道 先进技术在哪 先进技术不知道 想要我的这个用户在 想要我这技术的用户在哪 匹配不上 那所以呢 就一定要一个角色 来做这个匹配 做这个匹配 我们就说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个角色 那叫做健康运营商 或者健康服务服务商 就是我能够去广发 我专业的 我能够去广泛的去全世界去了解 哪些先进的这个健康服务 技术上是成熟的 这个原理是可行的 是有这个科学的这个原理支持的 然后呢 这个也能够规模化的提供 而且呢 很便宜 而且很方便 这个才能做到普惠嘛 我能达到普惠的条件 都有哪些 然后再把这些呢 再提供给所有的用户 因为用户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 那我来提供给你 因为为什么我是专业 对吧 所以就一定要有个健康运营商的概念 那我们认为呢 这个运营商就是最大的机会 因为你看前面那几类哈 美类里面有很多很多公司 那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整个健康是个巨大的市场 你要先分成几类 美类里有好多小公司站着 那就意味着每个的公司 可能当然是从单体体量来讲 也都不小 能做到这个十亿百亿 但是呢 它整体来讲 它不是一个巨大的巨无霸的这个机会 那真正机会 我们也在强调 所以叫平台型机会 那真正平台型机会在哪呢 就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个健康服务上 就是他 因为我要这个普惠到所有人 这个是 而且呢 是我这个服务阅读人 大家能理解 对吧 因为我服务一百人 就不如我服务一千人 就不如我服务一万人 因为我服务的人越多呢 我能给你给提供的服务的 这个规模越大呢 我这个成本就会越低 对吧 这个 而且我能提供的种类就会越多 对吧 所以对每个人来说呢 他这个受益就越大 所以它是一个规模效益递增的 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 所以这是未来 我们就说 未来健康管理的这个核心 是运营商这部分 那运营商部分 几个角色可能来争夺 一个是体现中心 体现中心呢 他的优势 他我就干这体检的 但是他略是呢 就是他和用户的一个绑定不深 而且呢 他这个频度低 我每年就体检一次 因为其实体检的大多数项目没啥用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是体检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特别细细的保险公司 我们之前讲过 原来是健康保险的概念 现在是健康管理的概念 那健康管理呢 肯定保险公司 我要转型啊 我不能让别人把我干掉 对吧 那这个呢 当然了 就是这个保险公司 有他的优势 但是实际上的问题呢 就客户跟他也没有什么持续的接触啊 就是 你想办公司虽然是你客户 但你你你虽然找了 你用了哪个办公司保险 但是办公司老骚扰你 你也不愿意 对吧 因为你觉得这就是一个 我出事再找你理赔就是了 没有别的事啊 那所以呢 这个办公司最大的问题在哪 是观念改变 就是你如何让用户接受 你现在不是一个保险公司 你是一个健康管理公司了 那当然国内 有些这个做的不错的例子啊 比如平安好医生 那平安好医生呢 他这个利用了自己保险公司的优势 之前我们也专门做过一些了解 就是他在这个 这个推广上很下力气 就是这个 你是我的这个保险的用户 我就基本上争取 让你在我的这个线上诊疗 就放到我这个平安好医生上来 我就给你提供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支持 当然是相互的 如果 我我有这么多的这个看病挂号的方便呢 你也愿意用我的保险啊 所以他是放在一起来推广的 那我们都知道保险的推广是非常aggressive 非常 主动 因为我老觉得保险没啥用啊 你能让说服大家去买一个没用的东西 那你这个推广能力一定很强 那所以呢平安好医生推广能力很强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个有一个核心问题呢 就是这个这个不是你推广match就行的啊 是你如何能够 潜移默化的说服教育 让患者接受 让用户接受你是谁 用户如果还是觉得你只是一个保险公司 加一个线上问诊 那其实不成功的啊 用户如果知道说啊 我这个有事没事 或者说我主动都要把数据往里面放 因为你是我的家庭医生啊 这才是成功的 因为实际上呢 我们就说啊 未来的健康服务提供商呢 其实在中国比较少 在这个欧美是在 尤其在美国是有雏形的 这雏形是什么呢 就是家庭医生啊 就比如说 我们自己都是一样啊 这个呃 这几年住在美国呢 他这个家庭医生就会时不时说 那个你体检完了有什么问题 他就会看这个问题 他会说你还要去做后续什么检查 或者说你过两月要来做复查 他就会帮你深挖这些问题 当然呢 有时候挖的也不专业啊 这个我老觉得抽我血抽太多了 也没说出太多事 但是呢 那专业不专业是一回事 至少这种这种 呃定位啊 我是认可的 就是有一个第三方的机构 他有独够的专业能力 他来收集我的数据 然后帮我做解读 同时帮我做这个参考 就是你下一步 该该干什么 帮我做推荐啊 这个我该找哪去做 进一步诊断 或者在那找哪去做治疗啊 就是也就是说 我把我的健康 我很放心的托付给他了 这个角色很重要 那如果说平安能够让老百姓认同 他是这样一个角色 他就有未来 如果不能呢 他就还是一个保险公司 所以实际上很多时候呢 是一个定位问题 是一个包括说定位的核心 是注意啊 定位核心是在对方脑子里 能不能形成你想要的这个理念 这个如果能形成就是可以的 对吧 那当然另外一个呢 就是现在这个一堆公司都很时髦 就是IT巨头们都在向这个健康管理上 这个迈进啊 这个那现在做的比较明显呢 就是像阿里健康 京东健康 但是这些呢 主要还是线上问诊和线上卖药 你别说呢 他还缺了这个平安好医生的 那个销售那部分 所以他还没那么积极销售 所以反倒变成一个劣势 因为线上只卖药是不行的 然后线上诊断呢 这个这个你你你是不是能够 能够能够开处方啊 你这诊疗是不是能够说了算啊 至少呢 现在国内那个还诊疗的这个啊 所谓专业性上的还有欠缺 那美国你看 比如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啊 美国专门有这个远程啊 诊疗的平台 就是他把这个专业医生啊 和你对接起来以后呢 等于我远程诊疗平台呢 呃等于让你的效果呢 是等于一次门诊啊 这样的话呢 这医生是可以实际开处方的啊 当然我前提要很多的保障 对吧 那这是有意义的 就我本来要去医院 我现在不用去了 这是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说 我其实真到复杂时还要去医院 我在线上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问诊 啊 这个 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啊 说实话 那所以这个是要继续进步的啊 就包括我们说这个远程 健康的平台 这个现在也是啊 这个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我们之前我们在介绍过哈 美国一些远程健康的这个远程 问诊的平台啊 这个这个还是还是做的不错的 那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像谷歌啊 就谷歌呢 等于是 他一方面呢 这个他在做很多的这个可穿戴的东西 另一方面呢 也在和保险公司来这个合作啊 就是我用了这个可穿戴 我把数据给你呢 你保险公司给我提供补贴 然后同时他也提供这个面向企业的健康的管理方案啊 然后提供医疗创新的这个 尤其因为谷歌我们都知道有Deep Mind 他也在做这个很多的医学图像东西 那现在呢 就是没有看到他把这整合起来 虽然谷歌Alphabet 26个字母 字母表里呢 有两个生命长寿科技 生命科技相关的公司 但是呢 还都不是健康管理啊 所以呢 这个只能说呢 谷歌在健康管理上 做一系列的尝试 但没有整合起来 所以这个其实是IT企业的一个通病 就是说 我们觉得很看好呢 IT企业因为他能够持续的把这个用户数据监测起来 但是他还没有从医学角度 或者说从健康管理角度去思考这件事 去通盘布局这件事 是IT了 所以我们说呢 就是现在是这个IT进入各个行业领域的时点 但是呢 这个未来的胜出者呢 很有可能并不是进入各个行业的IT 是懂行业的人去借助IT去 这个在自己行业里实现了垄断 也就是说呢 不是这个造坦克的人最后统一了天下 而是最知道先进武器重要 花重金埋坦克的人 在自己领域的去运用的人 最后能够统一天下 所以这是另一身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 你会看产业都是这样 有资源的不一定是最后的赢家 实际上是有理念的 哪怕没资源 我会善于协调资源解决问题的 这个理念领先的这些人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那另一个这个我们就不得不提的例子 就是亚马逊 亚马逊做的事情也类似啊 就是和和京东其实也差不多 一方面这个京东也有各种智能科专戴 亚马逊也有 另一方面呢 亚马逊也做这个药房 这个京东还没到药房的地步 亚马逊做药房 就是在京东也是卖药 就是线上卖药 这个亚马逊是甚至是药房和这个诊断 这个在越来越规范在做 甚至好像线下也要 也在也在落地在做 但是呢 这个还是一样 就是说他也是这个没有摸出来呢 就是他这个摸的 他呢本来还做另一个尝试 所以叫这个 Heaven Lives Insurance 就是他希望这个 我自己都有了 我就和保健结合嘛 所以我们说你看 就差一步嘛 我就我先做了这个健康保险 我就容易往健康管理走嘛 但是他健康保险这件事就 说了啊 就是这个 这个2018年创立的时候呢 2021年就停止营业 今年2月份停止营业了啊 没没没没撑过三年 两年就就死掉了 那这个死掉原因呢 当然各有各的说法 大家的预期不同啊 但是呢 我认为呢 还是因为其实大家都是理性的 就是如果你这个亚马逊 对健康管理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念 非常知道怎么做啊 那其实别人也会支持你 那肯定是因为你也不知道 你想这么做 别人想这么做 大家一冲突就就拧帮了 最后就什么也没做成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个例子 就是说 这个虽然亚马逊听起来 这个现在叫亚马逊帝国 亚马逊这实力很强 但是呢 至少在这个健康管理这件事上呢 他并没做起来 注意哈 虽然他有很多的优势 那回来呢 我们就还是更喜欢苹果 这个虽然苹果自己没撑 但是最起码呢 苹果这个健康的APP 而且我们一直反复强调 健康数据它是删不掉的 就是这个 你不信你回家试试看 你删你 你手机里那个 苹果手机里那个健康APP 就有个新的这个 这个小佛号 小图标它删不掉 然后呢 而且还有一个呢 他在做很多的后续工作 包括在对接医院 提供问诊服务等等的 他是希望全方位打通的 包括呢 他已经开始有订阅服务了 这是我们特别喜欢的 就是未来 因为这个服务规模化 一定是订阅试 订阅服务 他先从这个叫 Finnis家 对吧 叫这个健身管理开始做 因为健身做的好的人 那健康一定相对好一点 对吧 因为他自律能力强嘛 他的健康一定好 那这从这些人开始 突破是非常好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在干领一件事 就是说建一个叫 用户健康数据的中央数据库 这也很重要 但是中央数据库 你们稍微说一点 就除了别的都没关系 就是主要说一点 就是数据库的归属权 我们说呢 就是他这个新号 这个这个新的那个符号 就是收集你的这个 比如说卖搏呀 这个包括运动啊 那是可以 但是问题这个 他归属权属于谁 这个是在美国很明确 在中国呢 就有一点含糊 就是他归属于应该是归属于用户 注意哈 就是用户数据归属于用户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美国呢 是可以打通的 就是说 这个你是可以和苹果谈合作 当然你是商业 不是 你是这个健康相关的机构 你包括这个用户要求的话呢 你是可以把这用户数据呢 提供给这个医生 提供给这个甚至用户的家人 能够分享的 但是在中国呢 到底能提供到什么地步 商业 这个医院能不能调用这个苹果数据 这块还都是问题 甚至我觉得说 苹果未必会那么 心甘情愿的交出来 可能还得打一两个官司才行 当然呢 如果真打官司呢 这个如果中国的医院 要愿意和苹果打官司 苹果输定了 而且这会成为一个新闻 大家会关注 这是对整个推进 这个数字健康是好事 因为到最后 其实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用户的数据 如何能够系统提供出来 那么 所以到最后呢 你会发现说呢 未来的这个 一定有这个独立的 一定有这个健康服务提供商 而且健康服务提供商 提供的服务是这些 那这到底是谁 前面我说几种可能性 对吧 是这个 保险公司啊 还是体检机构啊 还是这个 这个IT公司转化来呢 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是不是可能是独立的健康服务提供商 转化过来 因为他就提供三件事啊 一个呢 是我给你这个持续跟踪监测 不管是大病 还是日常的这个生命之争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提供专业的建议啊 你什么应该调整 什么应该进 第三个呢 就是如果你要治疗的话 专业机构给你推荐过去 你应该去那 应该去那 或者应该用这个设备 应该用这个技术啊 去去解决问题 我是一个专业推荐 就这三个层次的事儿 那这三个层次的事儿呢 理论来讲呢 我核心的监测 监测呢 就是医院有得天独后的优势啊 我就是 我给病人监测 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独立的健康服务提供商 是不是都做不到呢 也不是啊 第一个呢 就我们说 有了这个手机 有了手表 你的很多指针就监测了 无外乎 我一个独立的健康服务提供商 有没有资格去找到苹果 说你得把用户的数据提供给我 或者说 这个苹果用户说 我要把这数据转给这个健康服务提供商 苹果能不能支持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 这件事呢 我认为会大概率会就事重提 就这之前啊 这个十多年以前了 美国有一个很热的运动 叫量化自身 叫quantify self 量化自身的这个主要推动者呢 就是那个著名的KK 就凯文凯利 这个失控那本书的作者 原来连线的这个主编 那凯文凯利呢 就是他用各种的 这个可穿戴 各种的数据 进入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身体指针状况 但是呢 这个07年 大家发现没有点早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阿华高战胜 李适时是13年的事了 对吧 就什么意思 人工智能没起来 人工智能没起来 大数据没那么大 因为我们自己 没有办法对大数据 做深度解读 所以呢 这大数据呢 一定是要有数据量 持续记录的数据量 然后呢 用人工智能做分析 人是做不出来的 第二一个呢 就廖华自身呢 当时这个 它是一个运动 它不是一个商业的行为 所以它的这个 参与用户数不够 所以一定要是 用户数很多 然后持续监测的 数据量又很大 这种时候呢 你再加上 人工智能去解读 那就精彩了 就会有很多 好东西出来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现在看起来呢 就是不管谁是 这个未来的赢家 未来的大平台提供者呢 你要解决这四个难点 就是现在监量管理的 四个难点 一个呢 用户数字量足够大 第二个呢 就是用户的接触要持续 就是你要持续的去 这个跟用户能互动 就是第三个呢 你要能够持续收集数据 就是 你不是这个 一次性收集 持续的 而且是多个数据的收集 多个数据来源的数据汇总 而这一名下 一个人名下 然后N多个人 大量的人来横向做比较 这人工智能就会发挥作用了 然后第四个呢 用户还得听从你的建议 就是用户说 你跟用户说 做这么调整 做那么调整 他能改 根据改你才知道 这个优化有没有空间 所以要有这四条 那 这个呢 能够做到这四条呢 你会发现说又回来了 这个核心是什么 就是用户的定位 就是不是IT公司用户 未必会说 你给我收集我数据 我也就忍了 对吧 我未必愿意给你 但是我忍了 但是你这个老给我建议 我未必就会听 对吧 因为你又不是专业的医学机构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 都是一个定位问题 那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机构 能够建立起信用来 让用户认同说 确实这个 将来你最懂 这个 我是可以听的 那可以听呢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可能是独立的第三方机构 是有机会的 那这个 比如说坦白讲 我们自己就在做类似的尝试 为什么呢 第一呢 用户量怎么足够大呢 就我们在 已经开始做了 还没有开始放量做 就是做这个 就叫长寿科技相关的 就是和每个人都相关的 健康管理 每个人如何活得更健康的 一个非常专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有权威性的一个公众号 我们都知道 公众号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 它基本上就是 未来的媒体 其实就是公众号 对吧 但是现在呢 这个公众号最大问题 就是它这个信用缺失 就是它这个经常哗众取宠 但是实际上时间长了以后呢 公众号还是看信用的 对吧 那所以这个 一个有信用的公众号 一个能够给你带来 权威解答的公众号 比如举例来讲 现在这个 这个 我已经看到好多次文章了 就讲说 李嘉诚都在吃的长寿药 对吧 我相信很多人看过这文章 对吧 那我问你 你分析过没有 李嘉诚都在吃的长寿药 靠谱吗 对吧 很多人不知道啊 对吧 这个医学上不知道 对吧 那所以就说 那你需要权威解读 至少这个卖药 那个文章 不那么权威 对吧 你不能完全相信 对吧 包括说 还有什么长寿药 对吧 我老讲二甲双冠 那二甲双冠 从学术上的解释 到底有什么 你也可能很多人也没有听过 对吧 所以就说我们对这个健康呢 都有各种需求啊 听到如何长寿呢 都会把耳朵竖起来 但是呢 这个这些内容的来源 深思不起 权威性不够 到底你该不该信 可不可信 都不好说 对吧 但是呢 最起码这个从公众号来讲 去扩散到所有人 大家都会感兴趣 我能从公众号发展 这个上百万的 这个用户 这件事是可能的 那我就可以有用户 足够大的用户量 那第二个呢 就从这些用户上 收集数据 收集数据核心是什么 就刚才讲的 就这些用户 他愿意 把他这个 哪怕从手机上 收集数据呢 交给我啊 这个跟我来共享 当然呢 这个第三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 为什么要持续接触 就是我要这个 任何的先进科技 比如像这种 胃酸胶能 我首先要给这些人 告诉他说 你不用多 你这个 每月给我十块钱 我就可以有一些 好的服务啊 好的这个 这个这个建议 我就推给你了 这个胃酸胶呢 我就寄给你了 然后呢 可以告诉你说 到哪去就可以 做Airdock的 眼底测试了 然后一年 再给你组织 做什么测试 你就可以 这个有足够的数据 能够收集上来 而且呢 我这个有一个通道 可以让任何的 先进的科技 注意呢 我们就讲一只这个 就是越来越多的科技 其实是普惠式的 是能够 让我们对人的健康状况 每个人的健康状况 有更多了解的 以至于我们 每个人可以长寿 但是关键呢 这先进科技 处达不到用户 那通过建立平台 通过建立公众号 就可以把这个 先进科技 处达到用户那去 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说 用户如果针对性了 听了你的意见了 你要反馈他 就要收集他的反馈 看他的这个反馈如何 结果如何 对吧 收集他的这个 进展 知道他是不是有效 当然后台呢 要有一个大数据系统 分析来做支持 那所以理论上讲 你会看到说 这些东西技术都存在 然后手段也都存在 那无外乎呢 就要有人做 那我们呢 现在就在做类似的事 所以这个呢 这个理论上讲 是不应该在课里 讲的很广告时间 但是我是觉得 健康管理 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我们最起码 做一个这个尝试 给大家一些启示 就是说 你会看到 第一技术没问题 第二个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优势呢 这也是其实做健康管理 必须要做的事 有全球的视野 就是说 我知道全世界 哪些先进技术在哪 有哪些是可以适合 引入到所有人那 对吧 就是IRDoc这样的事 如果我们不推 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但是呢 这个真要把它做成功呢 又需要这个支持 一方面支持呢 就是说 这个 触达到更多的用户 所以尤其是 像微信公众号 相关的推广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 咱们的同学 你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 愿意来合作 我非常高兴 会跟做的 微信公众号相关的推广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 这个服务的提供能力 我们在跟青岛 在市 在青岛成立公司 就是想做健康服务 希望能够开始 从青岛开始 给这个市民 来提供这样的 持续健康服务 先是一些信息 然后是一些 这个诊疗的手段 然后呢 收集数据以后呢 做各应化的建议 和各应化的这个推荐 这样的逐步 把这个服务呢 把它扩散出去 因为我觉得这是 未来最大的一个业务 这个 你想这个 衣食住行都被满足了 那什么是 你还是愿意 有动力持续花大钱的 那就一定是长寿 所以这是 真正是未来的业务 当然顺便多说一句呢 就是说 其实这里面 还有很多的问题 要解决 比如说 用户数据的安全性问题 所以 我就前两天 写了一篇文章 在讲这事 就是理论上讲呢 未来会出现 第三方的用户数据平台 甚至是基于区块链 在这区块链 才会有用 其实我看了这么长时间 区块链 我发现这个区块链 真有用的 机会不大 大多数呢 是锦上天花型的 我们叫做说 叫能力增强型的 或者叫产业增强型的 就是它对产业的 这个优势的 这个企业有用 对别人没用 所以比如说 原来我们就看过 很多这个区块链企业 就是他说 我用区块链 做这个招聘 我说呢 已有的招聘企业 用区块链 去做打案管理 这是有用的 但是你就有区块链技术 去做招聘 这是不成的 因为能不能做成招聘 它核心不是区块链 我就打个比方 等于说 这个茅台 用区块链做防伪 是靠谱的 但是呢 我是一个区块链防伪企业 做出茅台来 这可能性是不大的 但是呢 我看了很多区块链技术 都是讲 我用区块链技术 做茅台的故事 包括说 我们那个文章里都写了 因为区块链技术呢 所以有人认为说 我可以做出社交网络来 我认为呢 社交网络 就包括Facebook 未来会 往区块链上转 变成这个 去中心化的 这个社交网络 是有可能的 但是说 我因为有了去中心化 我就能做出一个社交网络 做出一个Facebook来 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的 本末倒置了 对吧 所以 这个呢 是 应该说 是我见到的 为数不多的 这个让我觉得 是区块链 真正能发挥 自己价值东西 就是用户数据的存储 就用户数据上传到 一个去中心化网络里 然后呢 你作为平台 它上传了以后呢 你给它规定一些功能 就它能管理自己的数据 什么是可以公开 什么是不可以公开 可以公开以后呢 你平台呢 可以把它的这个 个人的特征呢 去隐藏掉 然后把一些 这个通用特征 提出来的东西呢 可以交给商家去做处理 然后商家可以返回给这个 个人呢 是个性化的推荐的东西 因为 如果我的个性化的数据 不透露给商家呢 商家就没有办法做精准性的推荐了 我的服务体验就差很多 所以呢 需要一个平台 我把数据上传呢 这平台能保障我的数据的安全性 同时呢 数据商家使用 又不知道我是谁 又不会骚扰我 这是 就用区块链技术来做 这个系统是合适的 那这系统 如果能做成的话呢 肯定 那第一个就我们就是 这个上传 你就赶紧上传健康数据 然后我们就希望用这健康数据 来给你做健康服务了 对吧 那当然那个这个这个数据平台 能不能建立 我们也在讨论 所以这是一个副产品 就是说 你看我们一直在讨论说 未来这个 就我们这个 这个是产业趋势 这十大是产业趋势 我们也讲 这个十大科技 先进公司 先进的这个应用等等 所以一方面我们就分析呢 就会知道说哪些技术 哪些公司 是有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 很多的机会 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喊明年是这个MetaHuman的这个爆发年 这个做MetaHuman 我们现在有个设计 MetaHuman相关的业务一定能做得特别火 所以就是说你你看懂了未来趋势以后 这趋势既可以用来判断成数公司 当然就炒股用了 投资用了 对吧 也可以用来判断业务机会 那就是创业用了 所以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机会判断 也看到一些机会 包括像这今天的金融管理 我们自己的实践 但是呢 坦白讲呢 我还是宁愿做一个分析和协调资源的人 希望呢 就是真正的创业者 大家一起来做这事 所以说 你如果有相关的技术能力 这更重要的是你有相关的市场能力 你跟我联系 我们一起来推动一下 看看能不能在我们能够预测到未来机会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用我们整个科技特训营社群的力量 来把握住这机会 到最后把它实现 实验同时 同学们还投资了你 然后我们还用SPAC方式帮你上市 这是最快乐的 对吧 所以这是说了一点附带的东西 现在没有完全整理清晰化 所以我没有准备PGT 将来整理清晰化了以后 再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 我是认为在科技革命时代 尤其是在这个年代 尤其是硬科技年代 就是大家要成功需要的资源特别多 需要拼的各种积木也特别多 那我们愿意变成一个 搭建各种积木 拼接各种积木时的企业成功的一个平台 因为企业成功的时候 大家都会受益 创业者受益 投资人受益 咱们整个平台都受益 因为咱们是首先使用者 所以这个是我们稍微多说一点闲话 那回到今天的这个核心内容 做个总结 就是说这个第一 就是长寿科技这个产业 是我们看到未来的一个巨物霸产业 大家注意 就是生物医药 一直产生大公司 但是大公司 始终没有办法排到前三名 就是世界市值的前三名 为什么呢 就是它分散化 就是你说这个生物医药 医药企业大吧 但它不止一家 你说辉瑞大吧 诺华也大 对吧 你说诺华大吧 这个石克也大 这个一堆的公司 对吧 就等于市场是分化的 分散的 对吧 但是未来呢 在这个经养管理上就能整合起来 很有可能的 在未来 这个二十年 这个前三名的公司 有一两家 甚至三家都是经养管理的 世界上的经养管理的公司 那是最大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经养管理就是三块 三块都是技术 注意 还这话说明 三块都是技术 这技术反倒是分散的 然后这个最核心的 这个能够统合的机会 不在技术层 不在这个疾病筛查 健康监测和质量提升上 而在上面一层叫做 健康管理服务 这个服务是什么同合的 这个服务就等于是 我们原来说的 叫这个 这个从健康 保险到健康管理 就是所谓的管理 就是给你提供服务 不好听叫管理 好听叫服务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当然谁能成为服务提供商呢 听起来 IT巨头最有机会 这个保险公司也在转型 但是定位不容易转过去 用户认知不一样 但是呢 最有可能的 我认为是独立的健康服务提供商 所以我们也在做这个尝试 而且呢 因为我们能够事先分析清楚 健康服务提供商到底要什么 刚才我也举了例子 你看这个亚马逊 对吧 那么大的企业 他就一定做健康管理 他也没分析清楚 对吧 这个原来 我们这个有同学在群里 在私下问过我 他说 你这些分析 有些东西听起来 听你分析完了以后很清晰 也不复杂 为什么那大企业 就没人能分析到呢 他又自己干这行 就干了这么多年了 我说对啊 因为你听了我的结论 对吧 这个你就会觉得 这个是清晰的 你就会觉得是 这个 这个 这个特容易理解的 但是你在没听我的结论之前 你就不会觉得是清晰 是容易理解的 这个方面 专门有本书 叫 Everything is obvious Once you know the answer 叫做 一切显而易见 是一个大神 叫Duncan Watts 是我的偶像之一 这个社交网络 社会化计算的 这个创始人之一 Duncan Watts 写的一本书 他就是这个心理学原理 社会学原理 就是一个东西 我告诉你了 你又认同了 你就会觉得 特别显而易见 但是呢 如果我没告诉你 你可能从来没想到过 对吧 所以 这个 就不是我这个自吹 其实这很多事实 就是这样 所以 这很多大公司呢 也未必想得清楚 或者很多时候想不清楚 我们就给你举了一个例子 对吧 那如果想清楚了 怎么可能亚马逊工 那么大的公司 和这个 那么两个牛的机构 联合来合作 和巴菲特来合作 结果做了两年多 就倒闭了 对吧 那说明完全没想清楚 为什么没想清楚 就是没上我们课 没加入K特训营嘛 没对我们这个健康 管理产业 做这样深入分析 你做了深入分析 就知道说 服务规模化 需要提供持续服务 需要普惠 对吧 然后就刚才说 这四个难点要解决 对吧 那你就知道 怎么去布这个局了 但是你不知道的话 那这个事就不成立 所以当这个四个难点 能解决业务就能成功 那我们现在再补这个局 那当然呢 除了我们自己布局 那我们也会把 我们现在是慢慢会 把它做成一个 像孵化器一样的机制 就是说 我们一起来研究 未来有哪些 新的业务机会 这些机会 有些机会呢 就属于大公司 那我们就把它 这个业务做起来 做到一半 卖给大公司 有些呢 是属于创业 可以做很大 那我们就把这个机会呢 给它业务模式搞出来 然后相关的资源匹配上 然后请创业者一起 就可以来创业 当然创业呢 也是我们说 创业公司的这个资源 也要拼积木的 对吧 有市场资源 有这个管理资源 有甚至要资本的资源 大家拼到一起 才能去成功 对吧 所以我们试试看 看懂未来 然后我们整个 这个特训营 一起来拼积木 看是不是能 有这个成功率提升 有这个特别伟大的公司 从我们这儿孵化出来 对吧 这个如果有的话 那肯定也是一个 我们的技术的推动的一个 更加这个实际的例证 对吧 那我是希望是有了 当然在后面 我还会不断跟大家汇报 我们的这个进展 是不是分享一下 有哪些创业机会 也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上面 做我们的一些事 还需要哪些资源 希望大家参与 那现在看起来呢 最这个需要的资源 最直接的资源 现在看起来呢 就是这个 我们说是 是这个叫 是营销的资源 就是用户资源 你能发展用户 不管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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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寿也好 甚至包括 甚至包括我们特训营自己 这个 穿穿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更多人知道 这事是很好的 对吧 这个 都是要有营销资源的 所以 这个如果谁 特别擅长社会化营销 也愿意跟我们一起来 讨论这个新业务的机会 那我是非常欢迎的 我们一起来讨论 那目标的 很明确 就是 推动科技 广泛的金融社会 因为 我们都知道了 从贵源革命以来 科技的 这个成功的关键因素 就是铺惠 就是 尽可能广泛的覆盖到所有人 对吧 那前提就 科技就一定做到 这个规模化 对吧 然后呢市场也要能够被规模化的这个功课下来 你就容易成功 所以呢 基本原则就是它 这个用到了 这个 又有了新的技术推动 带来了新的机会 这个新的机会呢 利用新的原则 基本原则呢 构建出好的业务模式来 那就成了未来成功的基础 当然业务模式成功呢 需要这个 每个人来实践 我希望呢 我们特区的每个人都是优秀的实践者 一起来总结 不光理论强 实践也强 到最后你可以论证 自己是这个谋而后动的 不是这个 不是打哪指哪 不是下猫撞死耗子 而是我已经研究清楚了 就要这么做 然后去成功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快乐的成功 让每个人都自豪的成功 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 这样管理就说这么多 这个 也有了一点小倡议和以前不一样 我们也开始介入做事了 这个 而且明天我们还在计划做这个创业影 就更多的支持这个科技创业者 当然也分成 这个马上上市的创业者 和这个上市公司的创业者 和这个 这个初创企业创业者 我们都会去系统支持 希望呢 到最后 我们这个平台呢 是一个管道 使得先进的科技呢 通过我们这个管道 能够更容易成功 而且能够更容易扩散到所有人 所以我们也会加强 对消费者的宣传 就是所谓叫2C的宣传 因为让每个消费者都知道 先进科技对我们每个人的作用有多大 而且呢 这是一个信息来源 让每个消费者能够了解到 有哪些好玩的科技 有哪些能够给大家带来方便 带来这个利益的科技 他才能够真正去使用 因为我们还是讲这个 Diago Coming的这个理论 就是你要有一个科技的 这个科技推动社会进展 有一个深度问题 我们要解决深度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明年 看起来就是 会进入实践年 就是今年 当然这个还没到年底 年纪再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但是今年 我还是这个挺有感受的 就是今年我们的理论呢 慢慢系统把它整个构建的完善 然后呢 这个一环他们 就是咱们的传业地图团队 在赫兰带领下呢 在把它梳理完善 会有越来越多产品 有些已经做出来 有些还在继续做 那让大家呢 能够有一个理解这个产业的全貌的 这样一个能力 就不只是管中亏保 而是要这个可以建造整个系统 就是如何能够理解这个世界 理解整个产业 理解产业的机会 理解如何把握着趋势风口 都是有一整套的完成体系 我们把它构建完善 那这个明年呢 就是实践年 就这构建完了以后 你如何能够实践出来 如何能够让它成功 这个包括咱们的这个SPAC上市 包括咱们的这个科技业务的孵化 包括咱们和地方的合作 明年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实践 到最后呢 我们不光是一个理论和声音上 宣传上推动社会进步 而且我们自己就是一个 社会进步的直接推动者 那当然大家就更有自豪感了 对吧 所以这个 当然我们每一次进步 都会跟大家汇报 然后也会拉着大家一起来参与 因为还是这个原理 就是我们科技的进展 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参与的身 至少特训营理 每个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好吧 这个今天内容就到这 然后后面还有两次的趋势 就是行业趋势的内容 然后最后呢 30号那天呢 是一个对这个 我们的人生的意义的一个总结 今年就这么多了 后面下周再见 好吧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